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然地随低 如果你的脚比较硬 坐不舒服的话 你可以加一个cushion 将你自己占高 又或者用一个瑜伽砖坐在瑜伽砖的上面 让你的坐骨有一些提升的感觉 如果你是两个人一起练习的话 你可以肩并肩地坐 又或者面对面地坐 我们现在一起慢慢给自己放松视线 放松视线到前面的一点 又或者可以慢慢合起双眼 开始听到周围的声音 留意到周围的环境 光线 让所有的东西进入你的身体 进入你的感官 知道自己坐在这里 知道自己即将进行冥想的练习 如果在练习途中 发现自己的意识 去了其他地方 想了其他的东西 你可以将你的意识 带回来呼吸 带回来今次的冥想练习 不需要去扎怪自己 因为我们的脑 是一个会不停想东西的地方 冥想就是其中一个 训练我们专注力的练习 开始留意到自己的呼吸 吸气的时候 打开心口 将你的身自然地挺直 但是不要过分咬腰 呼气的时候 让你的肩膀沉低 自然地垂下 在下一个吸气 将你的肩膀缩起来 带向耳朵 呼气的时候 放松肩膀 完全将它放松 继续有意识地 这样延长你的脊椎 感觉到你的头顶 好想向上升 呼气的时候 尝试放松一些斑筋的位置 继续利用每一个吸气 每一个呼气 观察自己有没有一些 没有意识地收紧的肌肉 尝试用每一个呼气 将它放松 在练习的时候 如果可以的话 继续用鼻呼吸 留意到自己自然的呼吸 纯粹地留意 不需要控制 又或者 故意去加长 或者加深这个呼吸 如果你是一个人 练习的话 现在请你将 左手踏上右手 又或者 右手踏上左手 无所谓 你的两只手 轻轻地捉住 不需要用力 将你的手 放在一个舒适的位置 让你的脊椎 继续保持延长的感觉 如果你是两个人 一起练习的话 请你捉住大家 最近大家的手 也都很放松 不需要用力 继续留意到 自己的呼吸 甚至乎听到 自己很小的呼吸声 慢慢将你的意识 带到身体每一个角落 你可以由头到脚 素描一下自己的身体 观察自己的身体 这一刻 这一秒 有一些什么感觉 可能你的身体 之前有一些 不舒服的感觉 又或者其他的感觉 不需要理它 我们只需要观察 这一秒的感觉 尝试留意一下 皮肤的感觉 皮肤上面的温度 将你的意识 带到去面部 有意识地放松 面部表情 你的眉 有没有皱起了 你的牙齿 有没有咬着了 将它们完全放松 你的面部有什么感觉 面壳有什么感觉 给你的意识 去到手臂 任何一只手臂 留意下 皮肤上面的温度 你的身体 是冻还是暖 这个空间的温度 甚至乎 你感觉到 空气的流动 无论 无论你是一个人 还是两个人 现在请你将意识 带到去你的左手 感觉一下 你的左手手心 手心里面的温度 我们在这里 停留几个自然的呼吸 纯粹地观察一下 自己的左手 慢慢将你的意识 带到去右手 不需要理会你的手 有没有拖着 或者捉住任何东西 纯粹地将意识 带到去你的右手手掌心 好像刚才那样 我们在这里 停留几个呼吸 你自己一些时间 观察我们的右手 感觉我们的右手 现在请你将你的意识 带到去两只手的中间 即是你拖着那只手 将意识 带到手掌心之间的位置 如果我们放松的话 手掌心和手掌心之间 应该有少少空位 将你的意识 所有的感觉 带到这个空间 手掌心的空位 留意识 留意下这个位置的温度 你感觉到你的手掌心 留意下 有没有一股热能在这里 想象你的手掌心 慢慢变暖 你可以停留在你的手掌心 又或者将你的意识 带回去微心 继续想象你的掌心 有一团光 一团橙色的光 这一团光 为你带来温暖 你的手掌 实实在在地感觉到 这个温度 不需要做任何的判断 这些只是你的感觉 没有好 没有坏 无论你感觉到些什么 又或者你感觉不到任何东西 都没有问题 只需要知道自己感觉到 又或者感觉不到 纯粹这样诚述这个事实 知道这一件发生着的事 继续保持自然的呼吸 将你的意识 你的感觉 带去微心的位置 继续放松表情 你可以将嘴微微地打开 放松你的颈部 放松肩膀 继续有意识地知道自己呼吸 知道自己练习着冥想 练习着想象力 练习着做一个观察者 在下一个呼吸 在下一个呼吸之后 将你的意识带回去手掌心 任何一只手 你握住的手 想象象的 想象这个手掌心 接收着一些能量 你可以想象刚刚这一度橙色的光 你的身体 你的身体通过你的手掌心 接收着这一度光 经过你的手臂 肩膀 翼下 你的胸部 你的胸部 也都开始感受到这股热能 继继续被这一股能量 在你的身体里面流动 又或者继续在你的手掌心 接收 吸收这个能量 想象这一度橙色的光 经过你的掌心 进入了你的身体 这个是一个温暖的能量 它在滋润着你 有需要的话 你可以将这个光 这个能量 带到去身体任何的位置 任何一个你需要滋润的位置 又或者你可以将这个能量 带到去脊椎上面 每一个麦伦 如果你不熟悉物论的话 你可以想象这个橙色的光 这个能量 去到你的底骨 即是尾龙骨的位置 沿着你的全条脊椎 一直缓缓地上升 它可以去到你的背部 你的颈 后脑 最后去到你的头顶 这个只是其中一个提议 你可以运用想象 随着个人的需要 将这个能量 带到去任何一个地方 继续用小小时间 吸收这个能量 让它在身体里游走 将你的意识 带回来你的眉心 知道自己在冥想中 知道自己在观察中 现在请你观察你的呼吸 知道自己每一个呼吸 知道每一个吸气 每一个呼气 在每一个呼吸的时候 留意到你的胸口打开 呼气的时候 身体感觉到放松 继续将意识 带到去每一个呼吸 继续呼吸的时候 将你的意识 带到左手手臂 感觉一下你的左手手臂 左边的翼下 左边肩膀 意识去到你的后颈 你的后脑 去到你的右边肩膀 右边翼下 右手手臂 感觉到你的右边肩膀 感觉到你的右手手臂 现在将意识 带到去你的胸口 感觉到吸气的时候 胸口张开 肋骨打开 呼气的时候 感觉到肋骨收缩 肚向下沉 下一个吸气 我们一起深吸气 将你的胸口完全打开 让自己吸入最多的空气 呼气的时候 将它完全呼出 将你的肚致 带向脊椎的位置 像缩起的肚一样 将所有空气完全呼出 继继续 吸气 甚至将你的肚都溷起 由意识地知道自己的深呼吸 慢慢回来自然的呼吸 开始留意到周围的环境 无论你是合迷眼还是抹大眼 你所有的光线进入你的眼簾 知道周围的环境光暗 知道自己坐在那儿 知道你的身体在这个空间 让你的思想你的身体在同一个空间 同一个时间 把你牽住的手慢慢放开 放在自己一个舒适的位置 动下你的手指 转下手腕 可以将头向左向右慢慢认几下 将意识完全地带回身体 这次的练习已经完结 你可以停留在这里一会儿 继续感受一下自己当下的身体 继续观察自己 当我们学习观察的时候 其实是在学习不被周围的事物打扰 学习不会被情绪左右 我们当然会有情绪 无论是什么人 一个挺厉害的人 修行很高的人 都会有不同的情绪 有喜怒哀乐 我们练习冥想的时候 学习观察这些喜怒哀乐 学习不让自己跌落情绪的漩涡 我自己都是学习中 如果这些冥想练习帮到你 你觉得有用 很欢迎你分享给其他身边的朋友 祝你有愉快的一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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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